欢迎来的姐妹 今天的四兄专举是 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 马头福音五章二十四节 耶稣的教导非常贴地 一点都没有抽离 不是在云上 耶稣说到 如果你去祭宪的时候 把礼物到祭坛面前 你想起和你的兄弟有什么不对的 快点等下你的礼物 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 就是我们今天的四兄专举 或者使我们有一个错觉 那不是爱人比爱天主更重要吗? 因为先去与自己的弟兄和好 然后才能够向天主献礼 耶稣的意思不是这样 耶稣的意思就是 我们去奉献给天主 我们重视这份与天主的关系 不过我怎么知道你这个重视 是不是真心诚意 那就要在与人的关系里面 去检定 去验证 可以说爱人是爱主的事金石 其实 你说 我先去祈祷 求天主给我力量 而我爱人可以吗? 可以 但如果我们去献礼 去祈祷 感恩 赞美 觉得天主对自己很好 但又没有去对其他人好 这是假的 这样的话 很容易 但如果我们真是 诚心意切 去到天主面前 求祂给我们恩典 先做好跟天主爱的关系 这份爱如果是真的 其实是会推动我们 去爱人的 反过来又可以 如果我们真心诚意去爱人的话 我们也会发现 我们爱里面可能有些 软弱 无力 跌倒 都有自私的成分 都会叫我们回到天主那里 在那里重申得力 所以其实两边都可以 爱天主先 然后爱人 爱人先 又爱天主 不过其实 这个先后 当然我们人在世界上 活在时间当中 有先有后 在我们的精神上 在关系上 跟天主的关系 和跟人的关系 是没有先后的 是在一起的 在我们内心的 跟天主的相处 以至我 记挂着我的兄弟姐妹里面 是同时发生的 爱天主和爱人 不是哪一件事 比另一件事 其实是一体两面 一个呈现 各位兄弟姐妹 我们真的想想 回应耶稣的邀请 我们静一静 静下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兄弟姐妹 家人 朋友 亲戚 同事 街坊 有没有不太妥的 甚至在堂居里面 首先 我们求主 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力量 去修好这份关系 然后 去等机会 去等机会 去表达这份 我们的意愿 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 马头高音 五章 二十四节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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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